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 我是阿里面范 这一期接着来聊龙女仆动画 以及漫画中的一些细节彩蛋之前 容范某把上一期老爷们群聚讨论的几个事情 你们这是我带过 最有才的一届观众啊 忍不住了 先来说道说道 第一季OP中法芙娜身后的文士 才不是什么混沌来汤圆呢 佩斯利花文 AKA妖果花 一种源自波斯文明后 经由古印度发扬光大的历史悠久的文士图案 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名为佩斯利是因为英国的一个叫佩斯利的小镇 又把它做成了爆款 算是古老但坏神的典型代表 给法芙娜打底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还是那个OP有观众老爷提醒我 那个刀销艾鲁玛不是名门卷 我随即到冰箱里看了看 这确实不太像哦 所以这正确答案应该是切糖 考虑到艾鲁玛那个吃货 关于让小林立拔山西的那瓶甲酒 龙沙 它的原型应该是鬼沙 对比一下这个logo字体 还是这个纯米酿造 确实十分相似 Onicolosi不是单一酒款 而是指清酒中辣度最高 便宜又上头的那一品种 连鬼都能灌醉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改成龙沙 最后范某是整体没有想到 一句Python不适合新手 算是痛了横窝了 不知道哪冒出来这么多程序员 我大学C年差点挂课 你们不要过来啊 几天下来 经营程序员在我这儿是开了课了 范某是看不过来啊 就本着好奇的心情 资讯了一下大学的同窗好友 现资深互联网技术总监James 怎么把数据输送给钱财呢 基本上大家要写的话 一般负习还就正常写负习 你表达同一个东西 你肯定有不同的写法 你讲这个外部这一块的历史了 你不要过来啊 在大声的帮助下呢 我总算是弄清楚了 这个小林代码 还是蛮多弯绕的 现在重新来过 这件事混乱在 一共有三层不同的表达 首先是漫画 在56回中通过小林的电脑屏幕 可以勉强看出是HTML Code 编辑网页的前端语言 James通过这里的Prefix 判断这可能不是单纯的HTML 而是GSP文件 这种语言新生于十多年前 原理我就不多啰嗦了 有意思的是 现在大厂都不怎么用了 为什么酷教会画 这么个有年代感的东西呢 我深切怀疑这个作者 是不是十年前是个程序员用 而动画第五集展现的这一段 没错 是由Python编写的 不过Python不是前端 而是后端 多用于数据处理方面的语言 所以在动画的加持下 小林就成为了 全战编程小能手 注意这里 比起三次元中的原文 动画中少了三行代码 从小林手画圈的表现来说 他保不齐 是在给公有debug 而这两者 其实都不是正确答案 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都有提到 小林公司的程式是独创的 换言之酷教的争议很可能是 小林使用的语言既不是GSP 也不是Python 而是一种不存在于市面流通的 自家魔法师发明的 叫Hython好了 他可能和三次元的 比如说Python Java这种很像 但需要学习适应 所以公司才会执招有经验的老鸟 这样才能尽快成为合格的社畜嘛 最后关于Python 给我这样的小白们科普一下 它确实是用途广泛 自带库丰富 且贴近人类语言的编程工具 说它不适合新手 是不恰当的 当然Python也有局限和短板 单纯拿它来当枪使 某问题 但如果你想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还是要从C、C++底层学起 小林的公司叫 地狱巡 System Engineering 龙之口事务所 不是巡回了 又错了 这个地狱巡 是酷叫的另一部漫画 奥娇娇娇中的女主 地狱巡春所般 而且本尊在龙女佛漫画中 有背影出道 在另一部灭子耶路西窟中 女主名字的素敌 人称铁管Phoenix的风华将说过 自己会去女佛咖啡店打工 是因为在一次干架中 遇到了一个强的离谱 头上长脚的女佛 那一回 霍尔和埃鲁玛一起去社区巡逻的时候 遭到当地不良组织围堵 其中这个妹子 看上去是不是很艳术 臭名昭著的邪龙法夫纳 巅峰战力双抗其高 唯独对ACG文化 没有丝毫抵抗你 没办法 翟龙嘛 也不对可 第一次在小灵家聚会的时候 就被龙骨在玩的黑魂完全吸引住了 对比见到财宝就走不动的贪婪之龙 Mimic简直是一身之敌 埃德纳 托尔这个动作 入住龙骨家之后 法夫那边一发不可收拾 目前已知出场的游戏有 斗球而弹瓶 马利奥赛车 决定谁喜欢的小游戏 SPY vs SPY 还有这个很有拳皇纪式感的对战游戏 小灵貌似也是其中好手 而他玩的最多的 便是这款类似魔兽世界的网游 从第二季的游戏登录页面上 大概能猜出来叫Lebanese Chronicle 迷宫编连史 法夫那是重度沉迷 每天上线21个小时 一次被系统搬掉 差点倒知世界回忆 甚至还去参加了团队内的线下聚会 当然被狡猾的人类给暴敏了 然而你有没有发现 作为游戏大龙 连VR都会玩 但他似乎从来没有玩过手游 是没有手机吗 法夫那他爹都有 法夫那怎么可能没有 经过犯某多方考证 真相识 瓦库手机模拟器 这是一款体积小速度快 对电脑内存占用很低的轻量模拟器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 宝可梦大集结 白夜极光 目前市面上各种霸榜手游 都可以在他内建的游戏站里 快速下载安装 而且不用再去考虑什么安卓5678 法夫那才没那个闲心呢 选中游戏 后台自动匹配引擎版本 一键下载 立即启动 so easy 进入游戏后 模拟器该有的手柄映射 便捷热键 这些核心功能自然少不了 让你玩的更随心所欲 接下来把画质调到最高 在大荧幕上玩手机游戏 不用担心手机过热的画面卡顿 多舒服 玩累了 快速切出来 再干点别的事情 手机的电量留到出门的时候再用 才对嘛 瓦库手机模拟器 法夫那用过都说 那一日 龙骨父母要来查房 眼看见世界危在旦夕 法夫君却不肯离开电脑前半步 他是要将某个传说装备给刷出来 而这个物品的掉落概率只有4096分之一 法夫那已经不眠不休的持续干了40多个小时 终于在万侧近的当口 齐格飞悠悠悠悠悠一次被做掉了 魔剑格拉姆掉落 手刃仇人 plus夺迷武器 这个诱惑确实抵挡不住啊 无论是小林的公司还是法夫那的电脑 运行的系统都是 Rabbit 法夫那的电脑桌面上 除了正在运行的游戏又 当然了Game Store 这个标志还是蛮好猜的 剩下来的第一个是Chart Talk 应该是某游戏语音软件 Speed Check 网速什么的很关键 这个兔子logo的软体就不是很清楚了 还有下面这几个不可名状的图形 难不成是魔法网站啊 当然还有 瓦库手机模拟器 说实话 这一段挺干燥的 原来考虑都不讲算了 但在网上找这些图标梗的时候 看到Reddit上外国老哥们在讨论 法夫那在用VGA玩游戏 VGA是一种老款的显示器接口类型 分辨率只能到1080T 而且有图像模糊脱尾等问题 但就这个事儿 下面算是吵翻天了 老娃 这装备你收得了 洋洋洒洒好几层了 反正最后也面成了电脑接口的对比讨论点 看完之后呢 我选的角度还是蛮试运的嘛 托尔的父亲 混沌势力首领 龙颂称号 中烟帝 老头子的动画debut在第一季最后 以恐吓的方式想要带女儿回去 注意这里漫画中砸的是花瓶 动画中断的是本体 我只眼镜 显然后者的杀伤更大 原作漫画中小林三氧坠就把岳父给怼回去 而动画则是加入了妇女双龙大战 有意思的是 在动画开播的2017年 那个时候中烟帝的龙形态 尚未在原作漫画中登场 但是你也发现了 最终动画中的中烟帝和漫画中 长得是一模一样 金阿尼 我们才没有什么内部资料呢 金阿尼都这么晚了 我这儿剧透一下问题不太晚 托尔他爸真名为达摩克里斯 这里来他的就是达摩克里斯之剑 达摩克里斯是公元前四世纪的意大利建筑 比奥尼修斯二世的朝城 有一次他奉承到 比奥尼修斯很幸运有这样至高的权利 比奥尼修斯听罢便提议与他交换一篇身份 达摩克里斯很开心地享受了一篇当国王的感觉 不过当晚宴结束之时 才发现王位上方有一柄拿马踪挂着的利剑 简单来说 地位越高 代价越大 这个故事也可以解读成 平静的日常可能暗藏危险与不安 现在再看中烟帝 硬要阻止女儿与人类结合 相伴同居 也就不奇怪了 这么所自自 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 玛娜能够降低 这就导致那些在异世界 小母牛飞的眉边的各位高手 到我们这儿 全体携菜 龙女仆故事中 除了托尔和路格亚这种 涌动机一般的bug存在 康纳靠充电 埃鲁玛靠干饭 一路路靠吸收别人的魔素 法夫纳嘛 损耗比较低 看埃鲁玛平时胡吃海塞那个样子 不禁让人担心 小林家的电费 怕是吃不小吧 然而据官方设定 康纳的充电电压为5V2.5A 差不多就是一普通手机充电器 一次充满要7-8个小时 虽然充电速度不快 但意外功耗非常的低 尾巴前端的这个球 是万象接口plus电压自适应电压器 给大功率电气供电也没问题 出门在外带一只康纳 平时可以放电驱蚊 遇到个熊啊什么的 还可以开雷切进行防御 别说萝莉了 推一万步讲 当充电宝 都是无敌的 据官方设定称 康纳性欲很强 只是因为年纪小 表现为食欲 有些个设定吧 还是不知道的好 因为捡了两头龙的关系 小林原来的租屋便有点住不下了 老婆孩子都有了 那还不换个地儿 于是很快的便搬入了现在的3DK大房子 根据小林最开始的room tour可以得知 进门玄关两侧 右手边是小林的书房 当然孩子们来玩的时候也在这里 左手边门上有个绿色花圈的是独立的卫生间 地方是比较小啊 旁边这个过道连接的是洗漱台和独立的浴室 通过玄关的门就来到厨房以及客厅 右手边的两个房间分别是托尔和康纳的房间 以及小林的卧室 大小上差不多啊 小林的多个落地窗 那么综合这些信息 就可以得出小林家的户型图了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小林家的客厅都有些什么呢 厨房采用开放式设计 充足的收纳空间 褐色的720升大冰箱 可以轻松喂饱一个四口之家的肚子 红色的微波炉是二次元独创品牌 绝对没有超 灶台和吧台是一体化设计 让做饭的女仆可以时刻与主人 以及孩子们聊天交流 不锈钢的按台虽小 但简洁好用异于打扫 吧台的另一端便是长方餐桌 桌面上的大猩猩 客厅镇中是黄色四座沙发 中间的矮桌既可以当茶几 冬天也能变成被炉 是小孩子们睡懒觉的好地方 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 女部系列年利和垃圾回收的明细 沙发正面的墙上 则是哪个次元都好用的收纳布袋 还有我怎么觉得都不该挂在墙上的拍被子的胆子 电视机的两旁 一边是邻居送的木雕机 另一边则是游戏主机GS5 诶 怎么可以抄袭未来科技 不要急 家里还有一款过气主机 Xbox 180 金阿尼为了不被三次元降维打击 也算是努力 除了箱子上这个白色咕噜 无印良品 真的没有皮外交易 在小林家的客厅里 很多东西是固定不变的 从动画制作角度这很好理解 但也有例外 厨房墙上挂着的既是用的小板子 上面的变条隔断时间就会更换 同样冰箱上的变迁或者本周菜谱 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墙上的年利原来只有三张 与三次元的时间对照不难发现 这张就是2017年 等新年一过就多了一张 动画中已有岁月流淌的痕迹 螃蟹皮酒瓶上可以读出配方的标签 康纳班里30位同学不同的表情体现的性格 以及龙骨买来给法夫纳用的护发素 标签真的有些顺滑 这些个镜头一闪即逝 不是闲得发慌或者脑子有病都不会注意到 然而当这些会被其他作品 以经费不足时间不够忽略掉的无用功 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沉浸感便悄悄生根发芽 而这才是日本动画真正的财富密码 龙女仆的故事下期继续 还是记得订阅点赞收藏分享 感谢收看不只是聊多麦 那我们下次再聊